两个大男生吃力的用推车 把一千六百公升的桶子 推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不少人脸都绿了 尤其是影城员工 全体总动员每人敢停下 一大袋的爆米花装满后 统统倒进桶子里 到了好久时间 怎么才不到十分之一 遇上超强对手缠到歪腰 装到手软从11点多 装到下午一点多 他大概是一千六百公升 等一下会去国二那边 就是发放给那边的路人 就是把爱分享出去非常值得 前前后后装了快两个小时 才把巨无霸的容器装到八分满 推先过去 快点快点 我现在从直接拿开 想要运走又是另个难题的开始 让一行人忙起来 我们现场员工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他们就是要一直惨 然后一直抱 都从这一家影城开幕出奇招 只要来看电影爆米花随你装 因此一早吸引不少人来排队 端晚的话要拿去学校 给小朋友吃的 主要的重点就是拍照打卡 然后一种爽 大型整理箱现身 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是统统出洞 应该会吃不完然后我们会带回家吃 开心装了满满爆米花和朋友 现场开吃 准备的量是比平常多了十倍以上的一个量 是希望能满足每一个客人 他的他的需求 活动时间是早上十一点到晚上的八点 爆米花任你装成功带起风潮外 也看到大家惊人的参与战斗力 但民众装到满 同时也要衡量一下吃不吃得完 才不会造成浪费 华尔新闻 谢雨昕 高雄报道